许多人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小熊猫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成都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百度百科苗董新课堂 我是去哪旅行新推官玉可维 快快抹干眼泪 看昙花多美路过人间 无非一瞬间每段并肩 都不过是擦肩 刚刚演唱的这首歌 是我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路过人间 那我们来到人间一趟呢 其实有很多的旅行之地 在等待我们去发现它的美好 作为第一道理成都美字 作为朋友们口中的成都美食 景点活地图 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我的家乡成都的好去处吧 因为四川山清水秀竹子格外的好吃 所以呢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滚滚 在这里生活的格外的安逸 那么来到成都呢 要去哪里看熊猫呢 没错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是首选了 那在这里呢 你不仅可以了解各种关于大熊猫的知识 还可以看到各个成长阶段中的大熊猫 记得之前我来到这里参加保护熊猫的公寓活动的时候 看到小熊猫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 来成都玩 很多著名的景点都离地铁站非常的近 比如接下来我要说的 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是诗圣杜甫在成都当关时候住过的地方 它坐落在幻花西畔 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明清时的建筑格局 非常古朴典雅 在成都生活的四年时间里 杜甫创作了上百首的诗歌 在成都乘坐地铁四号线 在草堂北路站下车 步行就可以到达了 快来这里感受成都的文化氛围吧 来到宽窄巷子站 一出地铁站就可以看到巷子口了 宽窄巷子一共有三条巷子 据说是在民国时的一次城市勘测中 当时的工作人员随手将宽一点的巷子 标注成为宽巷子 窄一点的那一条就标注成了窄巷子 有紧的那一条就叫做紧巷子 宽窄巷子是成都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 这里不仅保留了许多老成都的特色 还能让你充分体验成都把死 你爱的生活 许多人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除了可爱的熊猫 不得不说的就是成都的美食啦 那每次回到家乡呢 我总是会把每一天的饮食列成一个表格 因为成都的美食真的是太多了 比如说地道的火锅啊 串串啊 还有很喜欢吃的铺盖面 肥肠粉 豆汤饭 薄薄鸡 糖油果子等等 想到这里呢 都想推荐给大家 所以如果想感受现代城市文化 与四川民俗魅力 也可以到井里留下你的足迹 传说中井里曾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 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之一 早在秦汉三国时期变文明全国 现在呢 井里早就成为了中外游客们向往的地方 希望你也可以来到这里 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 留下美好的记忆 听完我对成都景点的介绍 大家有没有做好功课呢 下次来成都玩的时候呢 要记住这些攻略哦 那么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我是去哪新推官欲可为 上百度百科搜索成都 就可以观看完整的视频啦 关注百度百科苗董新课堂 让复杂的知识更简单 关注苗董新课堂微博 还有更多精彩花絮和签名周边 等你哦 我觉得在成都长大的孩子 会特别的幸福 特别善良 会特别包容性特别强 然后皮肤特别好 就是你去成都吃东西的 我肯定要叫老板买单 老板 买点 速钱 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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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